黄鹤楼 唐代 作者 崔浩 西人已成黄鹤去 死地空于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在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七七鹦鹉粥 日暮相关何处是 烟波浆上使人愁 羽翼 过去的仙人已经驾着黄鹤飞走了 这里只留下一座空荡荡的黄鹤楼 黄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千百年来只看见幽幽的白云 阳光照耀下的汉阳树木清晰可见 鹦鹉洲上有一片碧绿的芳草覆盖 天色已晚 眺望远方 故乡在哪呢 眼前只见一片雾癌笼罩江面 给人带来深深的愁绪